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泡在深水,躲避镜头 说王一博作秀的人,该停一停了 王一博随着韩红老师去河南进行现场支援的消息 已经被热议了很久 但或许是因为网络世界太复杂 或者说王一博的顶流身份太亮眼 王一博已经现场支援这么多天了 依然有很多网友在质疑他 一开始是质疑他有没有捐款 结果韩红基金会的捐款名单公布之后 这种质疑就消停了 然后是王一博本人去现场支援 却因为动不动就有照片出现 然后就被各种质疑作秀 总之,感觉怎么做都有质疑 怎么做都没用 但这么几天看下来 说王一博作秀的人,该停一停了 这不是夸奖的通稿 只是事实的描述 如图所示 上途中泡在深水里 拖着救生艇的大高个小伙子 是王一博 站在深水里 水快淹到大腿了 但只顾着往上扔救援物资的人 是王一博 这个一趟一趟跑来跑去搬运物资的人 也是王一博 这个依旧泡在水里 扶着老人们上救生艇的人 还是王一博 他穿着统一的志愿者服装 戴着口罩和帽子 没有一点明星的样子 如果有人因为他明星的身份 想要拍他 他还会立马转过头去 躲避镜头 如果这是作秀 他应该打扮精致 面对镜头 拍几张角度好看 清晰的照片做宣传 但是他没有 如果这是作秀 他或许只去一天 然后立马找理由 说工作太忙不去了 但是他没有 如果这是作秀 他只要搬运一下物资 干一点轻松的活 根本没必要泡在水里 拖着救生艇 但是他没有 如果这是作秀 他应该早被韩红老师赶出来了 当然 如果这是作秀 他也得不到网络上随处可见的 来自当地普通网友的点名表扬 他们 眼见为实 他们 才是真正有评价资格的人 所以说王一博作秀的人 该停一停了 泡在深水 躲避镜头 出钱出力 任劳任怨的王一博 不该被质疑 就算得不到夸奖 也不该是吐槽和嘲讽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 以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还请订阅 我订阅 请点赞 打赏 如果您快连 转发 感谢观看